再來對上是來自日本的Moke 不知道他們兩個的對戰技能好不好 我知道Moke應該對戰技能蠻豐富的 日本其實強權力不少 對 那Moke的部分的話呢 他目前在CPT技分排行榜是77名 嗯 他今年的分數進上比較少 因為他更換角色的關係 對 從原本上一季的Lasito換成了KB 是 不過基本上Moke的參戰技術並不少 那個白金賽技術他都是全到 對 我覺得這個跟他把重心移到氣溶度有點關係 對 他基本上重心比較偏氣溶度 對 然後加中小 確認這邊在一個新年段 對 這邊這把新武器非常強烈的技術 啊 Neko這邊有點危險 原本KEMI他中攻擊帶VT 不能給隊友太大的威脅 在這個版本之後改成他的VT生存手工 我幫他取消VT空殺之後 這個世界就變了 我們快打5就變成千命快打 沒有 有點side kick的感覺 等會 就是 你覺得這個角色還不夠強嗎 是不是該給他氣溶跟指令同時 沒有 抱怨一下 香檬也常常在拿這件事情開玩笑 是 錯了 Moke就 Moke這邊表現還不錯 對 來自日本的Moke 也算是新生代 對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強化這件事情嗎 呃 角色調整很多 是 直接動VT的 派生之類的東西 他是VG 哦 對 哇那真的是 沒有他千女兒 不過 不過在今年的 才兩個禮拜前剛結束的EVO 八強並沒有這隻角色 是 所以基本上駕駛員能力還是很重駕駛 其實我覺得也不忘了這個價錢 主要是EVO的難度太高了 啊是 EVO真的全世界的 強玩家全都到了 對 你什麼時候倒地都不意外 今年的EVO在美國 拉斯維加承作舉辦的這個年度大賽 是 總共吸引了兩千六百位玩 兩千五百多位玩家來參加快打舞的賽事 大火甩 哇 Moke這邊進攻完完全全讓 Neko這邊舞蹈他招架 招架 對 傳統對戰經驗來講 可能還是Moke比較戰鬆 對 Neko畢竟在馬來西亞那邊的環境 我昨天稍微跟他聊一下 可能比較沒那麼好玩 他說他還蠻羨慕台灣的環境 他們還蠻依賴線上推敦 是 Neko大家目前的積分來講 他除了FVCup之外 另外一個就是第二名的現場賽 對 哇 阿哥要被比較角落了 哇 這邊壓制怎麼辦 Moke角落也是會配角落之心 這個不知道Neko沒有下來到 哇 他們穿到陣子好麻煩喔 哇 來了 Dash 我搶招 這衝過去了 啊 這一個 欸 空給失誤 想要打最大傷害齁 就不可以 哇 要不然剛剛那一波有可能帶走 是 那其實5HP就好了 有個死 好 這邊看起來四帥 附帶CAS 打NJ FINIT Neko撐住了齁 一線成績 啊 啊 啊 感谢观看